旅游小贴士,出行旅游,无疑就是火车,高铁,飞机这几大交通工具,而高铁火车则是非安全便捷的乘车工具,如今高铁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形成快速交通枢纽,高速铁路的时速也达到了250公里350公里每小时,放在过去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随着多地铁路向机开通运营,中国高铁正在引领世界高铁发展,接下来就随着世界漫游的脚步, 一起来看看山西省正在建设的一座高铁火车站吧,今天世界漫游要给大家说的,便是山西省大同市正在建设的一座高铁火车站,俗话说,要想复,先行路,一个必须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道路交通,作为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,大同市不断加大铁路,公路以及民航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,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,不仅缩短了 我是宇宙边省市的时空距离,也逐步形成了市线一小时经济圈,然而,大同境内至今却没有一条高速铁路,这不仅与大同重点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所不相符,同时也严重制约着大同市旅游业以及与之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高铁,已经成为大同源心中挥之不去的痛,大同高铁站的建设也迫在眉睫,终于再经历了两年的筹划准备,大同终于迎来了高铁时代 大同高铁站设计时速250,预留方50提速条件,计划在2021年5月进攻 届时,山西省大同市高铁台真正意义上全线贯通,大同高铁站建成之后将连接各大,通往重要城市的高铁线路 目前,北京至大同距离350公里,坐火车需要6个小时,高铁建成后北京到大同仅需100分钟 大大缩短了大同链接重要城市的时空距离,高铁的建成,必将大同这座古城带来无限的能量 为大同市打造旅游文化名称,捐经济们旅游目的地带来全新的机会,同时也打通了山西省内南北大动脉,接待欢喜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,你们还知道那些正在建设的高铁站吗? 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,爱旅游,爱世界漫游,让我们一起走遍全世界吧